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演示的是畅游折叠川的组装过程 我们给大家见证一下就是说它的最快速度大概能达到多少 当然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熟练的情况下 如果你购买回去之后 在组装几次之后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当然我们你看工作人员第一步将尾部盖板拉上之后 剩下的事情就是将船体船舰边压边支带给扣上 这个压边支带作用很大 它可以保持整个船进行一个就是形状的固定 压边支带压好之后 它会有一定的地方有一些边会有塌下去 我们只需用手轻轻搬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是组装座板 现在组装的是前座板 到现在用时1分28秒 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记录了 我们当时给大家承诺是成人5分钟之内装完 今天我们只要给大家见证一下 我们测试的儿童人员10岁 在十分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组装完成 不需要任何成年人的帮助 所以说这充分证明了我们折叠船组装是非常轻松的 并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那剩下我们现在给大家见证就是说 它到底能有多快组装完成 现在用时2分03秒 我们已经基本上将整个船体组装完成了 剩下仅仅就是浮筒的固定 还有船桨的固定 浮筒在固定的时候一定要拉紧 使它与船体紧密贴合 不产生换动 这样整个船在水中行驶的过程中 它的结构会非常前稳 就是船体也会比较的牢靠 不会产生变形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时间已经过去2分49秒 我们的折叠船已经马上安装完成 正床市场销售的普通折叠船 组装要在15到半个小时 而且一个人组装非常困难 正常的冲气团的组装冲气时间 手压冲气泵要30分钟左右 如果用电动冲气泵 车载冲气泵 一般在8到15分钟 也就是说我们畅游折叠船 已经完全做到了超越任何一种折叠船冲气团 它不仅携带方面 跨得上肩膀 进得了轿车 下得了深水 现在已经过去3分30秒 现在仅剩一个船桨没有组装 浮童马上就要完成 现在已经3分57秒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组装马上竭尽尾声了 成功 仅仅用了4分20秒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将我们的叉游折叠船主张完成 现在给大家来一个 环式一个试图 这在市场上销售的折叠船中 我们的折叠船不能说做的是最早的 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现在是做的最好的 质量第一 用料第一 速度第一 不管是任何方面我们都达到了No.1 谢谢大家的观赏